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巴基斯坦 那里有汽车爆炸 这个就是自杀式炸弹集击 有三个中国人员死亡 三个人员都是在孔子学院工作的 这个消息当然很差 多谢Helena Leung和Diana Fang 多谢你们的支持 现在有人说 S就说老美以为自己控制到 其实这个世界 一定有些人是搞乱当的 举个例子就是孔子学院这里 院长都死了 就是王桂平 院长都死了 现在搞到这么大件事 其实是什么人做的呢 这个就是比鲁兹解放军 比鲁兹解放军 之前其实是试过袭击 就是中国的东西 好像连中国领事馆都敢袭击的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组织就袭击了 中国驻卡拉奇 就是巴基斯坦的首都应该是卡拉奇 就算不是首都应该是最大的城市 就是他们那个 这个集击是很大件事的 那次就弄死了两个巴基斯坦的警察 有三个集击者 他们又是搞自杀式爆炸案 那次呢 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就很幸运的 就是中国领事馆 它里面是有安全部队 就开火还击 就是击毙了那三个男子 但是这次的情况就很不同 这次呢 是一位女人去做自杀式袭击的 就是搞到这样呢 是不太妥的 那这个比鲁兹解放军究竟是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巴基斯坦 英国 欧盟 美国 四个国家都认定了这个是恐怖组织来的 当然中国也认定了这个是恐怖组织 但是有些什么国家是暗中资助它的呢 就是维基解密就有讲到 维基解密在2010年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叫cable diplomatic cable 就是那些外交的通讯 就是流了出来 是泄露了 这个这样的比鲁兹解放军后面 就是印度 这个是印度的黑手 这个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讲法来的 就是这些外交电报它泄露了 就讲了这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就是巴基斯坦你都知道 巴铁巴铁 就是跟中国关系是不错的 大家都要知道 那么印度为什么会资助这个比鲁兹解放军呢 其实就是因为喀什米尔的问题 就是在喀什米尔那里呢 大家都知道的 应该就是 巴基斯坦和印度长期有争端的 巴基斯坦和印度长期有争端的 印度就支持这个 比鲁兹解放军就是要搞乱巴基斯坦 他们这个比鲁兹解放军就是长期对抗巴基斯坦政府的 他就说我们这些比鲁兹人就受压迫 我要民族自决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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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又是说这些 他整天就是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武装力量发毒攻击的 这个就要说回 这个就是巴基斯坦这些地方的复杂性 欧盟美国英国都将这个比鲁兹解放军放进去 这个恐怖组织清单 中国当然是放进去 是除了印度之外 是印度 这个印度就是曲街 但是不仅是印度有暗中支援这个比鲁兹解放军 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件事就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 又跟其他伊斯兰教的国家有些不妥的 他们是有些不妥的 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他也有说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都是有暗中支援这个比鲁兹解放军的 哇 那真是复杂 但是不单止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其实连俄罗斯都有份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 是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帝国梦的 这个我们也要说清楚 美国是帝国 美帝国主义是可以很确认他们 美帝国主义是搞扩张搞到世界乱 但是不单是他们搞乱世界 我告诉大家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 大家都要认清楚 中国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真正朋友 我们经常说的 一定是靠自己的中国人 靠自己的对手 去努力去拼 不要寄望 任何盟友 盟国 不是这样的 Toracev就说 国家还要给科兴疫苗他们 是啊 但是国家又要做一件事 我也要说 国家是尽量和所有人都朋友的 大家都要明白 中国的立场就是 尽量可以做朋友的 就是做朋友 尽做 尽做 我们整天都是这样的 尽力做朋友 都是靠自己的 俄罗斯方面 现在当然在国内很多人催俄 但是你会看到 催俄的那些自媒体 很多都是很不健康的 我的看法就是 Raymond Lee 是不是职业杀手收钱做事 我不敢说 现在 即是 发动这个 襲击那位阿姐 那个背景 其实就 未出来的 其实就 未出来的 所以 大家是要再 看一看 那些信息 因为那些信息 现在只是公布了 就是 孔子学院院长 黄桂萍 就是 公派教师 丁木坊 志愿者 陈塞 这个就出了 黄桂萍就是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的库院 其实 她的人是很好的 就是根据被驳 就是 懂得黄桂萍的人说 就是 她很有耐心的 和 就是 她很帮后辈的 其实 很惨的一件事就是 这些恐怖襲击 她一整死的人 她其实影响到 不只是 襲击而死的 那个 那个 苦主 和她的家人 不只是这样的 因为她这样攻击孔子学院 其实是老师 那里面那些 就是 老师的话 她是接触很多人的 就是一个老师 就是一年 教书 比如在大学 你接触过千人的 其实大学教书先生是 那 这个 这个 王桂萍院长 那 她当然 那个 风平是很好的 和 很专业的 那 内地的人 当然是 说一件事就是 这些恐怖分子 就是人类的 毒瘤 其实我也很生气 你绝对是毒瘤 是绝对是毒瘤 还有 他们 现在 我也是很粗浅的 看法 就是 印度 衰格得不得了 尤其是在目的 治下 是战得无论 他经常觉得 这个 比鲁兹这个地方 就好像 是 孟加拉 那样 孟加拉 其实以前是叫 东巴基斯坦的 怎样 会变成 孟加拉 其实也是印度的力量 在搞分裂 没错 那时候分割的做法 是很不正常的 东西 分得很远 中间有印度隔着 这个 东巴基斯坦 和西巴基斯坦 就是 有个 地域的分隔 那印度 就做了一些 当然是一些事情 搞到 这个 这个 孟加拉 就独立 现在 有一件事 就是 莫迪在搞 莫迪这个人 真的 衰竭得不得了 其实他搞这件事 是2016年 已经开始搞的 这个曼夫莫迪 他搞这个 支持 比鲁兹 不要说搞了 支持 比鲁兹解放军 其实 那个 目的 其实都是要 搞巴基斯坦 在印度那些 右翼的评论员 在2016年的时候 说 就是说 印度终于 找到一个方法 解决赫习米尔的问题 所以说 为什么说是赫习米尔有关呢 最大事就是 这个莫迪 他就 针对巴基斯坦 就说 就说 哦 比鲁兹省那里 你们侵犯人权 就打这个人权牌 其实印度自己也是侵犯 尤其是伊斯兰教徒的人权 尤其是在穆迪 他侵犯得很厉害 所以 现在就是 很难搞的 那 就是 印度他们的想法就是 他们在那个 比鲁兹那里 就搞乱他 那么 赫习米尔 赫习米尔的 骚习 骚习 就会结束 因为赫习米尔 不时也是有骚习的 那 两天前 莫迪就会说 在赫习米尔 做一些基建投资 就打算令到那个地方稳定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有些是永远都解决不了的 因为你的赫习米尔 你是运居的 也有信印度教的人 也有信伊斯兰教的人 就是用他们的解决方式 就是说 伊斯兰教至上 或者印度教至上的方式 你只会令到那个地方更加乱 剥裂他 就是你莫迪的那些做法 是不行的 其实 说真的 巴基斯坦方面的做法 也是不行的 就是个问题就是 这个赫习米尔 其实他们 还有很多矿产 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 为什么现在在搞那么多东西 其实就是利之所在 也是 那和那个比努茲那里 也都是很多矿材 的 就是 现在这样搞别人 就是这个印度这样搞别人 严格来说 就是害了我们中国 其实中国 说真的 都不理这些东西了 其实 大家都是呼吁 大家和平解决的 其实就 就算是赫习米尔的问题 中国也是没有站任何一边的 我认为国家是很公道的 非常中立的 那么 在这里也要 多谢Rita Ho 应该是 我认到你的头像 我没有留意大家的留言 也多谢 刚刚看见到 多谢Rita Ho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的支持 还有 看看 Helena Leung 我应该说了 还有 I'm a fan 应该之前也说了 多看几次 就刚刚看到 那么 印度他们 当然 是很贱的 他们一直都有支持 比鲁兹省的分离分支 是啊 比鲁兹 他们一直都承认了接受印度的支持 印度其实是最坏的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我也要说 大家都是找得到的 这个比鲁兹解放组织 有一部分的人 根本长期就住在新德里 巴基斯坦 当然 也有说出事实的 就是印度 利用 他在 賈拉拉巴德 和坎大哈的领事馆 资助训练 和武装比鲁兹 武装分支 这个 巴基斯坦 就是阿富汗 是啊 是的 我告诉大家 所以现在真的很麻烦 印度 他们 其实说真的 以前不是玩地缘政治的 说真的 但是 莫迪他将这件事 就玩到他极致 印度当然他也玩地缘政治 他觉得自己是继承了 大英帝国 就是那个版图 印度是这样的 现在印度有很大的呼声 就是西藏 都是属于印度的 是啊 这些是正糟糕 很多人在说 现在是瘋狂的 很多人在说 很多人在说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中国 其实很坦白说 是热爱和平的一个国家 全世界最热爱和平的就是中国 就是我们要发展 要和平稳定的环境去发展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输出革命 习主席以前也有说 我们又不会输出贫困 我们又不会输出革命 你们搞我们做什么 对不对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在搞这些 人家搞 现在就是搞 阿富汗 为什么会牵涉到这件事里面 就是十几年前 十四年前 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 直接出来说 就是印度 他们的研究与分析部门 Raw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Raw 他在阿富汗 提供一个培训 给600个比鲁兹的解放军 给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搞爆炸物 设计炸弹 和用高端武器 是坏格到不得了 是印度搞的 当然 根据情报 根据情报 根据巴基斯坦的情报 俄罗斯也是有份 有份搞这些 当然西方的分析是这样的 如果印度再搞比鲁兹 再搞到这样 中国就一定会支持巴基斯坦 但是其实中国之前一直都没有 没有在这件事上面 支持巴基斯坦去做任何事情 看起来 很粗淺的看法 就是有可能国家都要做些事情 因为印度是在街上玩火 其实是离谱的 你不要觉得印度很好玩 因为这个万苦莫敌 是坏得不得了 如果巴基斯坦狂起来 他8秒之内就可以炸你印度 打击 5分钟内就炸到北里面的废墟 是不是 其实好像克什米尔 这个地方 一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控制 一部分就是印度控制 冲突就最多就是克什米尔 通常都是这样 要搞就是我旁边而已 旁边的阵而已 这么近 是啊 但是 现在他们这样搞 其实双方都是核武国家 印巴也是核武国家 印度万夫莫敌 几年都是这样搞 不断给钱比鲁兹 其实是不行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 比鲁兹 我也要再说一件事 他们那些人 在哪里是佔多数的呢 就是伊朗的石斯坦 和比鲁兹斯坦 它有两个省 在伊朗是有的 比鲁兹斯坦也是佔多数人 它就好像伊拉克那些富尔德人 就是顺利派穆斯林 那你想一下伊朗和巴基斯坦 会不会给比鲁兹斯独立 还有 印度其实是在玩火的 说真的 印度怎么可以入侵西藏 有这样的能力才算 他们在舆论上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创到西藏就是印度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英国占领了西藏 没有啊 英国没有占领过西藏 他只是发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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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英国佬都不能进去的 英国佬都不能进去 去不了 他找一两个人去就可以 有些人去过 所以英国佬 爬过山顶 有些人去过 英国佬就长期找西藏的历史 他们的历史学家长期找一些历史 就说中国根本没有控制过西藏 整天都是这样的 老实说 如果讲历史的话 英国人应该都不让你控制 你控制就应该自己住回英格兰 自己缩回英格兰 自己缩回英格兰 不是英伦三岛 爱尔兰也不是他们 缩回英格兰也不是他们 全部缩回英格兰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不过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搞人 你不要搞到中国人 有时候我越说越生气 但是没办法了 台阳就没有空了 我们正向下午茶再见 待会再说 是这样 拜拜